不可诋毁中医和西医 作者 福安谷观音格 前段时间有个歌星赵英俊去世 43岁 本来我不关注这些 但后来有看到此人在微博上非常极力地诋毁和打倒中医 而他本人是癌症西医治疗无效死亡的 我想这里头有些因果 就是大家不要去诋毁中医 当然也不必仇恨西医 西医有些治疗方法 化疗放疗有伤害 西医的诞生也给世界带来许多健康 比如青霉素等 以前人要是皮肤受伤干扰 就会用铁烧红了去杀菌 非常痛苦 后来发明了青霉素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恭敬西医也恭敬中医 这里头都有伟大菩萨是现在里面 包括这次疫情 有西医也有中医地功劳 总之医生在第一时间 别人都想要逃离时 他们都是第一个上前线 所以医生都是了不起 前辈子发了旧苦旧难的菩萨心 这辈子才荡医生 做医生可以积累很多因德 但是我想说 中医更不可诋毁 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健康 都是中医在维系 诞生了华陀 孙思苗 扁鹊 李时珍 这些称得上菩萨级神仙级的人物 尤其孙思苗名气最大 也是要王菩萨化生 孙思苗有传说 为龙治病 龙宫里拿出药方 千金方 就是人命中千金 千金买命 你愿意吗 肯定不愿意 所以人命中千金 大一经城里头说 大一治病 必荡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侧隐之心 誓愿普救寒灵之苦 若有极恶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贫富 常幼言痴 愿亲善友 华疑于智 普同意等 皆如至亲之想 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律及胸 呼吸生命 陷笔苦恼 若己有之 身心七创 务必显息 昼夜 寒暑 饥渴 疲劳 一心复救 无作功复行计之心 这就是孙思苗眼中的中医道德情操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孙思苗就是这众救人情操 所以后来他官也不当了 回去采药救人 活到了146岁 孙思苗的老家在陕西同川药王山 据说文化大革命时要破坏 说是封建迷信 当的人想了个办法 给孙思苗像戴上西衣的白色帽子 衣服 终于躲过一劫 这也是中西伊融合的一次吧 我去过要王山一次 地方虽然不大 但是磁场很好 中国古代但身伟大的中医 和菩萨般思想 确实是值得骄傲 当时我去时 有个道友德重病在医院 托我供养了300元 回来后 他的病神奇的好了 那里有个对联 大概讲 治好并不忘要王恩的意思 这也是感应 分享给大家 孙思苗是神仙 虽然羽化一千多年 但是余威还在 感应还在 很多道观都供孙思苗真人 毕竟人命千金 多白白能治病 而且道医同源 不懂医无法修道 确切来讲 中医不仅是治病 更是指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些人诋毁中医 可能是某些医生品德问题 不是中医问题 好像鲁迅 他也是诋毁中医 结果也算英年早逝 三百六十行 每一行都有高手 也都有菩萨视线 不可诋毁任何一个行业 包括算命 看相 不是说都是骗人的 很多人也通过这个救了很多人 劝上很多人 但有的人也有被骗 被骗只是自己业障比较重而已 常怀恭敬敬畏 一辈子就少灾少难 恭敬医生 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这辈子就少病健康 恭敬老师 学校 恭敬读书人 小孩就会读书 恭敬出家人佛经 就得到智慧 总之恭敬就是对的 不可以自作聪明而傲慢 敬伙 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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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